有些國家在外交事務做得很聰明 當然也有些國家在外交事務做得很蠢 譬如聰明的有一個叫做印度尼西亞 澳洲沒有多久 美軍一直有要求在印度尼西亞的飛機場降落 他的偵察機 第二邊 加油 人們說不行 不行 沒這個問題 你不能讓我國家降落 這裡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國家主權問題 你讓其他國家的軍機常規地 用你的基地作為一些加添燃料等於認同別人在國家駐軍 這件事和軍隊來訪問是兩回事 軍隊來訪問我們很多時候歡迎大家交流一下 上來玩一下 花錢 這些沒問題 但如果你像常規性 我用你的基地上常規性駐軍 飛機可能用其他用途 而你沒有管的 這就不是一個單獨問題 所以印尼很適合 我是一個獨立國家 我自己有軍隊 我自己有主權 你不可以在我那裡駐軍 第二點就是外交方面 印尼和中國沒有領土的競爭 但有海洋運用的雙碟地方 因此一直以來 印尼和中國都通過外交途徑 互相兩解來解決問題 這是一個正確做法 正確做法 不是用軍事去嚇人家 不是用軍事來打人家 不是用軍事來要脅人家 而是大家平等互利 大家坐下來慢慢談 這是一個好事 所以這裏可以顯示到 有些國家是有辦法 拿到一個中立的原則 印尼沒有理由要介入 在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競爭 相對來說 我們這裏的政府就非常愚蠢 介入去一個這樣的競爭 對我們來說絕無利益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的政治人物 就像一隻蝦巴狗一樣 所以我都沒有叫 但是我跟大家說 印尼這個俗法正確 不容許美國的偵察機 或者任何軍機 長期住在我的地方上面 這是我國家的主權問題 第二 也沒有理由要介入 你和中國之間的競爭 這個不關我事 我是中立 我繼續和中國做生意 大家好好地談 好事 這是辦法來的